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竹子 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赛活动期间 现实调查各方面的一些目标 以及完成过后可以入手的对应奖励吧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任务目标其中包括要求训练师们与挑战者对战一次 有时刻鸿白球 然后与挑战者对战两次方面则有快速的招式学习器 与挑战者对战三次方面有时刻的蓝白球 与挑战者对战四次方面则有特殊招式学习器 与挑战者对战五次方面则有时刻的黑黄球 完成整个现实调查的奖励方面 其中包括2022年世界冠军赛装扮的皮卡丘 还有就是精英的普攻或是特殊招式学习器各一个 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所提及的任务目标挑战者 可以在活动期间全球的补给战里面遭遇得到 主要就是类似于玩家的一些NPC 通常该些挑战者不会使用盾 但是他们所使用的阵容都是一些比较主流的宝可梦阵容 当然在打败该些挑战者过后也可以入手对应的一些奖励或是说补充道具 其中包括就是有精英球啊 然后星辰或是说曼莓果回复药剂等等的 好了以上就是有关世界冠军赛活动期间 现实调查肉目标以及奖励详亲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言论呢 仅够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